体积明显变大,颜色发白 加入280克低筋面粉 先加入250克高筋面粉,20克白糖 继续启动揉面程序,直到可以拉出 上火150度,下火185 多揉一会儿,揉到面包 包上油酥面团 酱头抹几克 再来调个脆滴 揉器中加入20克白砂糖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,赶紧动手制作吧 美食美的更新,感谢 再加入15克玉米淀粉 倒入过滤一下,倒入锅中 小火搅打均匀 烤40分钟 烫手,两个鸡蛋搅散 把鸡蛋液分三次加入面包 面糊细腻光亮 提起硅条铲来 5个鸡蛋,110克白糖 开电动揉揉器,搅打至白糖完全融化 再加入10克蛋 80克白糖